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级幸运瓜花乐 二等奖50万元带给长春彩银 超级幸运 我们福彩现在重量率是非常高的 票种也非常多 新车到手第二天就出现故障报警 维修环节又添了一道坎儿 明显就是发黄球馆 我现在要求退出 服务环节设卡惹消费者不满 4S店回应表达歉意 我们都愿意去为客户道歉 第一报道 今日关注烫手的新车 我的第一报道 您的第一选择 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一方 大家晚上好 我是亚迅 我们来关注新闻 首先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 根据当前疫情防控的形势 长春机场多举措做好疫情防控 要求进出港的旅客扫码测温通行 具体的我们来了解一下 按照省市最新疫情防控要求 下午记者在长春龙家国际机场看到 所有进入机场航站楼的旅客 以及全顾各地来场旅客 由原来的量码测温通行 升级为扫码查验测温通行 长春机场从8月1号起 对所有的进出港旅客 实施健康码扫描查验 对旅客出事的即时办的吉祥码 或者是国家政务服务平台 提供的防疫健康码 都可以接受扫描查验 绿码旅客可以正常通行 如于老年旅客 外籍旅客 无微信 无智能手机的旅客 工作人员会引导到 无健康码通道进行登记 健康码为黄码及红码的旅客机场 将上报防疫部门 由防疫工作人员进行后续处置 同时 对于来自中高风险航班 长春机场也采取了相应的管控措施 高度风险航班采取了管控措施 我们设置了专用机位 专用廊桥 专用通道 以及专用的行李提起转盘 航班落地以后 旅客下机 我们对客舱 廊桥 通道 以及专用转盘进行全面的销商 做到一航班一销商 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 长春机场还加大了销杀频次和力度 由原来常态化的每天三次 现在提升为每天四次 每天航班保障结束以后 对隔离区整个的航站楼 进行一个全面的终末销杀 同时呢 我们增加了旅客的这个纸机柜台 安检通道 以及我们自助办理纸机系统终端的这个手销放置 旅客的话呢 在办完纸机手续以后的话呢 可以及时地进行守护销杀 长春机场按照民航局的要求严格执行 一线工资人员核酸检测频次 同时 昨天民航局下发通知 明确旅客在2021年8月4号零时前 已购买乘机日期 在8月4号至8月31号内的国内机票 自8月4号零时起至航班起飞前 可以免费退票 航空公司及其航空销售代理人 不得收取费用 8月4号零时前已申请退票的旅客 不适用本通知 在此呢 我们也是提醒 近期有外出的旅客要做好个人防护 在办理直击手续时呢 要保持一米的距离 并且配合机场的工作人员来扫码测温 嗯 好了 那当前呢 这个防控的形势还是特别的严峻的 为了有效的控制和降低 疫情传播的风险 科学精准的做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工作 截止到8月3号的17时 长春疾控呢 发布了一批新增排查管控地区的名单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长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公告 请7月19号以来 山东省烟台市来山区 7月24号以来 湖南省诸州市和塘区石峰区 7月25号以来 北京市海淀区国兴家园小区 及周边持控区域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经济开发区 7月26号以来 上海市浦东新区 7月27号以来 河南省商丘市虽阳区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 湖北省武汉市京开区 7月28号以来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 开封市卫市县 7月29号以来 河南省商丘市城乡一体示范区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 7月30号以来 北京市房山区 河南省筑马店市穗平县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 7月31号以来 山东省烟台市支府区 以上地方的反来常人员 要立即主动地 向所在社区村屯报告 配合社区村屯 落实相关防控措施 那现在不知不觉 这孩子们的暑假 已经过去一大半了 但是目前呢 我们面临的疫情防控形势 依然非常的严峻 那为了在开学时 能够有效地衔接 校园疫情防控工作 那近期呢 长春多所学校 发布了重要通知 近日南湖实验中学 解放大陆小学校 长春市十一高中等学校 相近发布了 有关疫情防控的通知 通知中 皆提倡学生与家长 要合理安排出行 严格落实 非必要不离省 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使的 要如实 及时向社区和学校报告 并遵照安排 配合做好管控措施 南湖实验中学通知中要求 学生登校前14天 即8月5号起 无特殊原因 不得离开长春市区 解放大陆小学校 提醒学生开学时间为8月23号 请学生提前14天以上 即8月8号前返回长春 一年级新生报道时间为8月20号 请一年级新生确保8月5号前在长春 长春市十一高中 及长春市养政高中要求 外出的教职工 必须于8月1号前返回长春市 学生必须于8月8号前返回长春市 并配合社区 做好属地报备 健康跟踪 配合管控等工作 自行居家隔离14天后 上班上学 同时提醒学生们要提高防护意识 密切关注自我健康状况 做好个人防护与健康监测 为正常返校做准备 好的 我们再来换个话题 在公交车上 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粗心大意的乘客 前几天长春市102路公交车上 一位女乘客就因为粗心 把自己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给弄丢了 好在这个笔记本被公交车司机给捡到了 最终是乌龟远逐了 想到丢失的笔记本电脑里 存放着好多重要的工作资料 可把刘女士着急坏了 就在她苦恼怎么找到 自己乘坐的这辆公交车时 当天这辆公交车所属车队的工作人员 给她打来了电话 我到这个终点的时候 我就撒过一圈 到回头的时候看到这块 那个凳子缝隙中间 旁边放一个那个手提包 然后拿下停车 我打开去看这个电脑 我说这心真大 我自言自语 我说这心真够大了 我们是马上高调的员 给终点等着 这车一回来马上就找司机 联系 正好也赶着司机 拿着电脑就回来了 我们车队马上就联系 这个施主 事发当天 从刘女士乘坐102路公交车 到下车发现 手提电脑促心丢失 再到车队工作人员 完毕规照 仅用了不到30分钟的时间 这件事情虽小 却让刘女士 真切地感受到了 来自车队工作人员们的 暖心善举 最后找到电脑 对我来说 只能就是非常开心 是不得了吗 然后也比较感谢 咱们这个公交车司机 所以说下次坐公交 或者坐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 咱一定要想好 带什么东西上来的 咱们再把这些东西 原封不动的再带下去 再来跟大家分享 两个高兴的事 前几天 长春在连续多日的 高温暴晒之后 终于迎来了一场 特别爽快的即时雨 那跟这雨一起来的 我们也迎来了一位 非常幸运的买彩票的达人 刚下飞机没多久 段先生就撑着伞 兴高采烈地到 吉林省的题材管理中心 说中奖的经历 那是一个非常的传奇 咱们了解一下 8月1号 段先生妻子同旅游团 在沿边州游玩时 恰巧经过龙井市安民街 编号2215015106 题材代销网点 便想着买一张顶呱呱 碰碰运气 他们是那个客人在那吃完饭 完了过来 他们就买了彩票 顶呱呱 买了个绿翡翠 当时中奖的就是 就挺激动呗 这个绿翡翠吧 最高金额就是25万 完了面值是10块钱 当时我们也都跟着挺激动 因为中奖了 我们也挺高兴的嘛 事后段先生介绍 由于妻子身份证丢失 不能对奖 他便带妻子乘飞机 专程来对奖了 25万元大奖抱回家 他还希望大家 多多支持题材事业 没准下一个中奖者就是你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福彩 8月2号呢 长春的一位彩民 在长春市东盛大街 欧亚商超 22010542号彩票站 购买了彩票 超级幸运呱呱乐 洗中了大奖50万元 超级幸运呱呱乐 票面整体黄金灿灿的 背景装饰有鞭炮 金币醒目 大气又喜庆 8月2号 这位购财者 据说是位90后 但是购买彩票 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 可以说是一位 名副其实的老彩民了 当天上午11点 11点多吧 过着 刮了能有几百块钱 最后买的就这个超级幸运 刮了能有四五张 送了一个50万 当时没怎么相信 看了好几遍 我跟他俩在一起看 最后看了是确实 中了50万 采访中介绍了解到 截至今年7月份 长春福彩中心 共对出一等奖24个 总金额达到了374万元 这个是我们福彩现在50 面值的一种票种 它的最高奖项是100万 现在占点中的是 二等奖50万 这个相对来说 50万是比较高的 一个奖金了 8月1时从发开始 你与大奖之间 可能只差了一张彩票 我们福彩现在 中奖率是非常高的 票种也非常多 马上要出两种新票种 新票种是20的和5块的 是非常应记的 希望购财者 多多支持福利事业 理性购财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继续来看新闻 那夏天出去玩 这游船可是一个老少 建议的这个项目 最近呢 有人在南湖游船 发生了船内进水的事 这岸边的游客呢 也是第一时间就发现 并且拍摄了事发当时的画面 咱们看看 船漏水了 翻了 华船就快过来帮忙啊 打完就上电话了 马上就上来了 视频画面发生在8月3号中午的 南湖公园湖面上 两名游客在划船的时候 发生了船内进水 听到岸边游客的呼救 附近划船的游客迅速关注到了 已经落水的两名游客 并前来帮忙 视频拍摄到 一分15秒的时候 救援人员驾驶救生艇 也来到了现场 迟来的赶到 也引起了岸边围观群众的议论 8月4号中午 记者来到了南湖公园 一船台 见到了船台负责人 它是脚踏船嘛 当到南湖大桥的时候吧 听了两个声 一个弓的声 一个的咔的声 它具体它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然后呢 就是船上就有点进水了 它也没说是怎么处理的 耽搁了一些时间 等到其他游客 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呢 快点快点去的 大概也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 就到那了 船上进水就已经很 比较严重了 把他们俩 拽到其他游客游船上的时候 这个船就沉到水里了 船台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南湖公园的所有游船 都是他们新采购的 所以也不存在船破 导致漏水的原因 而且每天工作人员 也都会在营业前 仔细保养和检查船池的情况 开到我们的码头的时候 看两位游客呢 心理素质也特别好 一再也跟我们说 我们啥事都没有 挺好挺好 都会有这个救生意义 现在这个翻沉的船嘛 目前还在水里头 我们水域打捞队呢 现在是一直在打捞这个船只 后续的一些个 究竟船只是什么状况 什么原因造成的 会再进一步的分析 记者在船台发现 多处张贴着游客须知 其中包括 游船禁止过三桥 南湖大桥 荷花池拱桥 小湖拱桥区域 但事发时游客是否将船 滑行到了进行区域 或者是离岸边太近等 还有待考量 如果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 游客应该第一时间 打我们的救援电话 然后等待我们的救援时间 大概就在一两分钟之内的 上船之后 不要站立 不要打闹 不要晃动船只 不要把四只伸到船长之外的 刚刚工作人员说这些 咱们可得借好了 再介绍往下看 上个月 白城市的王先生 在长春购买了一台 崭新的路虎车 开到家以后 还没误热乎 这车就出现了毛病 本来这心理落差 就已经很大了 在维修的过程中 又遇到了 让他无法接受的 试车协议书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一起看一下 7月23号 家住在白城市的王先生 来到了长春 在位于硅谷大街 和上美路交汇处的 路虎4S店 购买了一款 路虎发现运动版汽车 正在享受 洗涤新车的逾越过程中 令他没想到的事情 发生了 第二天就返回了白城 下高速的时候 车突然之间 就发生了异常状态 陆续爆出了 四个安全系统的故障 然后当时我心里边 就犯底部不太对劲 然后就联系了赛车店 告诉我说 是那个可能是由 系统没有升级完全 导致的一些故障 王先生说 当时4S店工作人员 建议他在路边 熄火一段时间 再重新启动后 故障报警提示消失 可以继续行驶 他按此操作 故障提示也的确消失了 可是没开上几天 该问题却再次发生 他越发觉得 这样的故障 并不是像 4S店工作人员 说的那样简单 他向路虎官方 售后服务 拨打电话之后 对方建议 需要立即将车辆 托运到4S店 进行检修 经过沟通之后 王先生同意 4S店对车辆进行维修 可是在维修中途 4S店工作人员提出 车辆已更换相关零部件 需要进行路面测试 来进一步排除 车辆故障的问题所在 同时要求王先生 签署一份试车协议书 其中第四条显明 甲方及受委托试车技师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 发生交通事故 及意外事故 由甲方负责协调处理 并承担全部责任和损失 交通事故造成的 第三方人身 财产损害 及车上人员伤亡 车辆损毁等 也由甲方承担事故赔偿责任 我觉得非常离谱 这明显就是罢王条款 我有问题的车 送到你这来修 你告诉我一个新车 它存在安全事故问题 然后你没修好 你让我试车发生了问题 你竟然还要让我们来负责 我就意见很大 我说这个条款 我不可能去签字 因为这指试车协议 王先生与赛斯店相关人员 是发生了口诀 结果由于他拒绝签署此协议 也是因此车辆维修进程也搁置了 那么对于购车者而言 这指试车协议 那究竟该不该签 那整个事件又该如何处理呢 接着往下看 根据产品质量法 以及汽车三包法的规定 首先车辆出现问题 赛斯店应该承担维修责任 这是法律规定 它必须要进的一项义务 在维修的过程当中 签署补充协议 不是必备的一项维修程序 而且关于协议当中的内容 也是需要双方都统一同认可的 现在在练出具的这份协议当中 有各种的条款 也属于格式条款 它相当于加重的费责任 而减轻了 赛斯店本应该承担的一部分义务 所以对于这样的格式条款 我们消费者是有权利拒绝签署的 那么对于这份合同 路虎4S店究竟如何看待呢 售后负责人这样解释 据起的话您可以看条款 因为客户已经是太走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不给您做过程的解释 因为东西总在 是吧 是这样 售后负责人表示 购车者王先生并未签署该协议 所以他也不想对该协议再做任何回应 目前经初步检测 王先生车辆出现的故障 是刹车开关的问题 4S店方面已经有相关维修方案 对此 王先生表示 新车到手第二天就出现了如此故障 它实在是难以接受 另外 在维修处理环节 售后人员的服务态度也让他感到失望 所以维修并不是他的第一选择 原来是想贯车的 但是出于现在已经这种状态了 我现在要求退车 这个我会向我们这个上级这个部门 包括客户的诉求 包括结合相关的法律法规 我们会进一步的去沟通 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 从这个基于这个服务的角度来出发 我们都愿意去为客户道歉 当天采访结束后 王先生与CS店相关人员再一次进行了协商 目前有了初步结果 明确告诉我厂家不同意退换车 严格按照三保法规定 迫于无奈之下吧 我也只能不得不接受先他的意见 就是说把车给我修好 让我开回去之后 然后如果发生第二次 涉及到此系统故障 再按照三保法规定 进行车辆退换 还有一个问题 我现在正在欣赏 我希望他可以给我出去一个 具有法律效率的承诺也好 我们是不是也好 如果再因为此故障 导致我引发了一系列安全事故问题 就他不赐格 对于这个试车协议 他现在站长表示说不用我们欠了 他也认为就是对于我这种情况 他有不合理的情况 咱们再来接着往下看 最近有长春市民反映 在武夷天秦湾小区的销火栓 是只能看不能用 接着也来到该小区进行踏查 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8月3号上午 记者来到长春武夷天秦湾小区 随即查看了不同楼洞的 几处消防栓 发现大多数的消防栓里 水带和水枪等器材都配备不全 如该小区6号楼 二单元三楼的消防栓里 只剩下了两个孤零零的阀门接口 试试 试试 一点东西没有 一点东西没有 没水 这边有水 这拧着头了 一点水没有 这不就是假的吗 摆射吗 记者测试了该小区内的多处消防栓 发现都没有水 那么这究竟是咋回事呢 记者来到物业公司了解情况 一共多少个楼 四散的楼 滑洞高栓 所有的都没水吗 对 我们接触是11年了 反正就没有 还是需要固定的地方除水 是吗 对 只有水池 水池有吗 水池本身就没有 物业经理表示 对于该小区消防栓的问题 他也曾多次上报给相关部门 但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 很显然啊 这样如同摆设的消火栓 存在一定的隐患 一旦发生火情 对救援工作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么对于此事 相关部门是怎么做的呢 接着来看报道 8月4号上午 记者来到了长春市 京开区灵河街道办事处 了解情况 我们工作人员89号 去跟消防栓厂了 今天就继续跟进那个事 现在是现在那边处理 是啥情况呢 物业给口头打不出 现在已经就是购买消防器材了 我们工作人员问了 就是你购买消防器材包括 他现在口头打不出 没有就是因为我们工作人员 像15 口头打不出是消防栓等 那以后有消防官 就是连带这些东西 但是现在还有消防官 没去也没了 物业说是要启动化 因为自己要自为 现在是这个情况 记者从长春市 京开区管委会了解到 目前京开区各部门 都在积极配合解决此事 最后记者也拨打了 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 96119 将所发现的问题进行反馈 我们会把您反馈的问题 反馈给相关部门 他们会在3.5工作人员 也向您这个订联区合查 与您合谈 结果通过您 立与留电话返回给您 接下来是第一报道 联合近日头条 客户端推出的头条热榜 咱们看看今天有什么事 长春60多岁的薛老太和老伴 将自己的四个儿女 全都告上了法庭 一家人是对不公堂 女儿说这母亲是事前如命 这母亲说儿女拘不赡养 咱们看看 根本就不是他所说的没有经济来源 不能维持维系正常生活 而拿着非法占有我们土地的承包款及补贴 请律师告我 拿我的钱告我 从他们60岁之后 我每年所有的承包土地及一切补贴 都作为二老的养老费 除此以外 我不再支付任何赡养费 我不同意 他不给我不行 都一样的 养我的 人家都给他 不给他 算什么 你问他这是不是我生的 你问他俩 他要说不是 我就不要了 大钱都给你们收 你小钱 我一点也不给我 年头有钱都不去喊我 你问问他俩 我打得的 你那么 平处平明 我就是你那家 你姐姐 好地意 好年头 一年都卖两千两块钱 不好年头就一千多一块钱 你们小子少拿一点少吃 外卖都给我花的了 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 这网友说 家事说不清楚 确实是 不生活在他们身边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这真不好说 这网友说 心里有委屈 说出来能不能好受一点 确实应该多沟通交流一下 这网友说 无论怎样 作为儿女 老人的赡养费 是要负担的 这话说得有道理 一家人对不公堂 肯定是谁都不想看见的 父母子女 之间就有误会 有矛盾 要通过沟通 毕竟他们 才是世界上最亲的人 所以多沟通 这才是最对的事 咱们再来看 今天的第二条 前两天 在广东东莞 市民黎先生 看到了一个孩子 攀在了二楼防护网上 正在往下爬 黎先生和热心市民 赶紧喝纸 并且冲上楼 踹开房门 将孩子给救了下来 咱们看一下视频 小心点喽 别动别动 赶快你别动 你扒上去扒上去 最后呢 就是有人拿个梯子来打的话 梯子就到那个房间的话 就一脚把那个房门给踹开了 然后房东也出来了 然后房东说没事 他为了这小孩 锁了的都是小事 网友们看到之后 也都有话要说 这是说人间温暖 确实这样的事情 咱们看到很多 发生意外的也有很多 咱们得多关注起来 而且家长也得关注起来 这网友就说了 家长有责任 监管不到位 这话说的很对 你看孩子少妈妈 妈妈证明不在家 把孩子独自放在家了 这可不行 这网友说 多亏有好几人发现 避免了不幸的事情发生 为齐心协力 救孩子的热心 给点个赞 同时要提醒家长们 这孩子小 咱一定得细心照顾 千万不能马虎大意 发生意外 咱都不想看到 下面要说这条 也是因为家长疏于照看 孩子遇到了危险的事 8月2号 辽宁葫芦岛 有网友拍下了 两个小朋友 在海边玩耍 其这玩具船 被风给吹跑的视频 大人也就是十一二 小的也就是七八四六七十 北风吧 我孩子出风 一台头喊一波 大伙子都是热了 玩着着急了就喊了 三个人哪有五圈子去吐起来 他游的速度 他也追不上风吹那个速度 等一下渔民的快点 一会儿去 看一下网友咋说的 这网友说 胆大的孩子遇上了不长心的爸妈 确实坐着小小的 算是船 飘了那么远 看起来太吓人了 把手机屏幕一缩小 那一刹那真的是挺揪心的 这网友说 海边没有巡逻员 这海边确实比较大 巡逻员应该配备 但是咱爸妈还是得长点心 这网友说 想想都后怕 再默契两句 假期了 孩子们喜欢玩水 因为比较热 这安全常识 咱一定得牢记 家长千万也得当心 再来接着往下看 前几天在辽宁沈阳 楼下邻居 闲楼上吵闹 多次是往楼上泼粪水 邻居无奈 在阳台上安装了监控视频 咱们看看 在楼下 说我们家有声音 我们家就我和我爱人 没有孩子 没有老人 我们每天都上班 因为这个 他就开始报复 晚上制造声音 不让我们休息 后来我们受不了 我就报案了 警察介入了 告诉他声音不是我家 从那时候开始 他就报复我们 那天往我们家窗户上泡粪 网友们也发来留言了 这网友说 最怕遇到这样的邻居 真的是很糟心 远近不如近邻 但是遇到这样的近邻 还真不太舒服 这网友说 有啥好事 有啥事 好好说 这么做太过分了 确实 你嫌吵闹 可以说出来 是什么原因导致吵闹的 是不是电视机声音太大了 音响声音太大了 是不是可以沟通一下 没必要这么做 这网友说 不怕躺下来 落到自己身上 这确实是 大家都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要说解铃 还需吸铃人 邻里间 这些小事 倘若总放在心里存着 对彼此一直存在 那么点芥蒂 倘若花一点时间和耐心 跟对方沟通一下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 化干戈为玉帛的 再来看一下 今天最后一条 前两天江西南昌一居民楼起火了 消防车出警 途中遭遇了一让电动车故意阻挡 消防员多次鸣笛市井 车主不但不让路 还踩刹车挑衅 看一下 人命关天够生气的 看网友咋说的 这跟我想法一样 人命关天一点都不在乎 事不关己 高颇挂起 这样不可以这样做 这网友说 末世生命财产安全 太冷血了 必须要严查 必须把这人揪出来 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 这网友说 太坏了 这种人 不给生命添堵 请给咱们生命通道 让行一下 为了他人 也是为了将来的自己 好 今天说到这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体育报道正在直播 继续来看新闻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 在昨晚结束的中超联赛中 长春亚太2比1 逆转上海上岗 打破对手不败金身的同时 排名也上升至苏州赛区第一 本场比赛之前 长春亚太四胜四平一负 位列苏州赛区第三位 而对手上海海港 此前保持不败 排名赛区防守 亚太首发派出三名外援 奥克莱 萨尔吉尼奥 埃里克坐镇中轴线 并以防守为主 上半时 亚太这个防反的策略 效果不错 不仅海港久攻不下 还被亚太的反击 吓出冷汗 下半时 双方军做出人员调找 替补登场的吕文君 帮助海港取得领先 而亚太也对攻击线 做出了轮换 如尼奥尔和杨超生 替补登场 这一换人 改变了场上的局面 如尼奥尔没开二度 帮助亚太逆转成功 他先是利用杨超生的入攻 将球停进空门 随后 杨超生再次入攻如尼奥尔 绝杀了对手 纵观全场 亚太回归初心 力图防守 在控球率只有三成的情况下 通过高效的反击 拿下了这场非常有含金量的比赛 本场之后 亚太积分深圳苏州赛区首位 在少赛一轮的情况下 位列总榜第三名 下场比赛 亚太将迎战深花 时间是8月6日晚18点30分 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再来接着往下看新闻 最近有观众给我们打来热线电话反应 在长春市凯旋路与铁北二路二胡同交会处附近 周边有多所学校 所以上学和放学时期这里出入的学生和家长就比较多 存在一些交通隐患的问题 接到电话之后 我们记者也来到了这里进行了师弟打探 在长春市凯旋路与铁北二路二胡同交会处附近 有长春市朝鲜族小学 长春市朝鲜族中学 长春市第137中学 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等多所中小学及幼儿园 虽然现在是学校的暑假期间 往来这里的学生并不多 但是在此过马路的行人也并不是少数 这段正好是路口 是 油量大 绝对不安全 反正晚上放学的可多了 交警天天就是学生上下学的点 他们都来执勤 还好 这个海巷路上这个时间相对要长一些 然后呢这样过的时候呢相对要短一些 有的时候为了赶时间 有些人确确实实没办法去遵守 可能从他这个思想上潜意识里 看车手的话他就冲过去了 为了缓解这里交通存在的多种情况 很多酒居附近的居民也有了一些设想 做过节天桥是不是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这里的问题 但如果有这个天桥的时候呢 你像那个年轻人在赶着上班 学生赶着上学的时候 这样的话可能行动起来会更方便一些 因为他不需要等 这样时间的话都会错开 对于在这里建设过节天桥 大家也有着各自的想法 下天桥啊 对于学生肯定是好吧 他们不在乎这个上桥这个问题 但是可能附近的老人可能有点受影响 老人上天桥可能飞点劲 那当然好了 那多方便呢 起码这边你的车也不堵 而且人吧 他过得很安全 人吧就不奔着来会走了 他这车他就通胎了 那是快点越快越好嘛 既然这个事比较有利于 这种大家出行的时候 那一定是越快越好 至少方便周边的居民和学生嘛 通过对现场实地的踏查 多数市民认为呢 在这里建设过节天桥 还是会有一定程度上缓解 四路段交通压力的 也会降低出行时的安全隐患 那么何时能在这里建设过节天桥 如何设计天桥的构造 增添哪些便民桥梁设计 就希望相关部门 酌情做出一些举措 为市民大建一座满意之墙 再来接着往下看 近日长春市一小区的一门市 在装修施工 施工过程中呢 一名男性施工人员 不慎坠入地下室 由于摔伤啊 男子被困在了地下室 继续救援 我们一起看一下 现场的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 消防救援人员 立即赶到现场 发现地下室深约四米 还处于毛坯结构 没有楼梯和围栏 一名男子躺在地下室内 肩部和颈椎等部位受伤 根据现场情况 两名消防员 利用二级拉梯 携带多功能单架 绳索等救援器材 进入地下室 为男子带上颈椎固定器 固定好受伤的肩部 然后将男子抬到救援单架上 做好防护工作后 消防救援人员 采取拉梯吊声救助罚 将该男子一点一点 从地下室调升到一楼平台 大约十多分钟后 男子被成功救出 由现场医护人员 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我们在这里 也在这里 让你看到 听到 也让你感到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 它受台风8倍影响的 常识市的浩越大陆 现在是周五的11点30分 航车地铁7号线 南疆路时间于1908年 第一 是更快速度 更多角度 更多渠道 更多基础 更多了解 第一报道 在你身边 新鲜相伴 拿吉他 未来就握在手中 在这里 声音传递力量 追光下 已经绚烂绽放 欢迎收到 自信 新闻联播 热情 全胜热烈 专注173 8次4 今天这里是 小平常常常 初心欢迎收看 今天的吉林城 我们 因热爱而在 万龙杯 吉林城 广播电视主持 大赛大幕开启 未来 有你生生不息 由吉林省文联 吉林广电一协 吉林广播电视台 联合举办的 万龙杯 吉林省广播电视 主持人大赛 已经开启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热爱主持事业 梦想成为一名主持人 我们将为您提供舞台 如果您表现优秀 就有机会加入 吉林广播电视台 报名通道 现在已经全面开通了 下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 几种报名方式 首先你可以通过 吉林广播电视台 各个电视频道 以及广播频率的 官方微信公众号来报名 其次也可以东路 即是通 墨尔FMAPP等官方渠道来报名 或者是直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也是可以报名的 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 这次实现梦想的机会 期待您在镜头前的精彩表现 我们因为热爱 坚守在了这里 也期待您因为热爱 能够加给我们 节目最后 再次跟大家预告一下 正在我们公共新闻频道 若播的抗日传奇大戏 《绞杀1943》 今晚即将播出 第八到第十一集 在今晚的剧情当中 周志清遭到伏击生死不明